同學好,我是成員高中李文傑老師 今天要探討的主題是合角、插角公式 我們學了余璇的定義之後 會想要了解一下如果這個角度 要稍微做一點運算再取余璇值的話 那,跟原本的角度的余璇值有什麼關係呢? 那我們會第一個猜測 這個cos可不可以跟分配率一樣分配進去呢? 我們來檢查看看 如果分配進去是cos60度-cos30度 那我們知道cos60度是1 2分之1 cos30度是2分之3 所以兩個一減是長這個樣子 可是60度-30度不就是30度嗎? 所以cos30度我是知道的是2分之3 這兩個很明顯不一樣 那到底cos裡面如果有一個角度 要做運算的話 它可以怎麼做呢? 這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目標 如果我有兩個椅子角 叫αβ 我知道他們的正弦跟余璇 那能不能用這些值 來求出α加β或α-β 它的正弦值跟余璇值呢? 好的 那首先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長方形 那我們在長方形的一個角落 當頂點畫出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這個直角三角形的一個瑞角是α 那另外兩個頂點分別在這個長方形的兩個邊上 那我們如果取這個直角三角形的斜邊長是1的話 我們知道α的0邊就是1乘上cosα α的對邊就是1乘上sinα 對不對? 那這時候我們如果來看右下角這個直角三角形 那我們假設這個瑞角這個地方是β的話 一樣 這個β的0邊就是斜邊cosα乘上cosβ β的對邊應該是斜邊cosα乘上sinβ 那如果要看右上角這個直角三角形的話 注意一下 這個β加這個角是90 對不對? 這兩個角加起來也是90 所以這裡是 就是β嘛 對不對? 因為他們加這個角都等於90 所以這個就是β 那右上角這個直角三角形的斜邊是sinα 所以它的對邊就是sinα乘上sinβ 它的0邊就是sinα乘上cosβ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時候再補上一個直角三角形 剛剛這裡是α 下面是β 我畫這個直角三角形來看的時候 這個角度合起來叫做α加β 對不對? 那這時候它的0邊是不是cosα加β 它的對邊就變成sinα加β 這時候同學有沒有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sinα加β是這整段 它是不是可以把它看成是這一小段加這一小段 也就是我得到一個式子 叫做sinα加β等於sinαcosβ加cosα 是不是這樣子?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來看cosα加β這一段 它會等於長的這一段 剪掉短的這一段 是不是? 所以我可以得到cosα加β等於cosαcosβ-sinα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教大家的合角公式 也就是我把兩個角加起來 取正弦,取余弦 那它可以用原本的sinα,sinα,cosα,cosα 來算出來 那這邊稍微有一點點印象 其實這個證明不太需要什麼算式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名字其實叫做proof without words 就是無言的證明 不是這個證明讓你很無言 不是,是不需要講太多話 你用圖上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那老師這邊想要特別強調一下 cos這邊雖然角度相加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長度是用大的減掉小的 所以這個是加,但是長度就是減 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sin是加的,這裡還是加的 這比較不會搞錯 OK?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有了合角公式 我可不可以推導出插角公式 什麼叫插角公式? 就是我想要知道sinα-β是多少 cosα-β是多少 對不對?好,那我有加的 我做一個很聰明的事情 我把這個減β,是不是可以把它想成是 加上負的β 那這樣我就可以套用剛剛的公式 我只要看到β的地方 就用負β把它帶進去不就好了 所以它就會等於sinαcos負β 加cosαsin負β 那我們前面有教過 cos會把負號給吃掉 對不對?就不見了 那sin會把負號給吐出來 所以它又變回sinβ 只是負號跑來這裡了 所以這樣很簡單 sinα加β這裡是加的 sinα-β只是把這裡改成負號 因為它就這裡吐出一個負號而已 蠻好記的 對不對? 那一樣的道理 cosα-β呢 我就把這個-β想成是α加上-β 然後就可以帶剛剛的合角公式 只要看到β的地方 全部都用-β把它帶進去 就可以得到cosα-cos-β 減掉sinα-sin-β 那一樣cos把負號給吃掉沒有變 sin把負號給吐出去 負負負得正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cos 這裡雖然是-的 可是它這裡改成什麼? 加的 因為sin把負號給吐出來了 所以蠻好記的 sin就是加的這裡就加的 -的這裡就減的 cos這裡加就改成- -就要改成加 那有些人就會被那種公式 sinα加β等於sin cos cos 他把αβ給忽略了 因為反正就是先α再β 先α再β 那sinα-β就被sin-cos 先α再β 那這是一個背法 那同學想要怎麼背都可以 那我們學了合角公式 插角公式 我們就可以來回答一開始的問題囉 我想要知道cos的60度-30度是多少 那我是不是可以帶公式 cos加sin 這裡是-的這裡要選加的 然後60-30-60-30 那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算一算就可以發現 它是2分之更號3 這時候是不是就對了 因為cos的60-30就是cos30 cos30度就是2分之更號3 所以我們稍微檢查一下 發現這公式的確是正確的 跟我們之前學的是吻合的 但是老師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 我們剛剛這個無言的證明啊 這個α跟β都是在這個90度裡面做的嘛 所以這兩個角都是銳角 但是我們剛剛叫的這個合角公式 插角公式其實它沒有使用限制的 你是360-3600管你幾度 要怎麼帶都可以 那所以啊 老師這個證明是比較簡略版的 用這個圖像讓大家比較有印象 那詳細版的怎麼樣呢 很想看嗎 老師在這邊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交給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課本 或是聽學校老師怎麼講 其實這個證明蠻有趣的 因為他用到余璇定理啊 用到距離公式 算是蠻神奇的公式啦 OK 那我們這邊就不多說了 底下來看一個例子 我們之前啊 透過畫直角三角形 學會算了30度、45度、60度的sine cos tangent值嘛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學了一些合角公式 可以再創造出一些特殊角出來 比如說 sin75度 我如果把它想成是30度加45度的話 那套用sin的α加β這個合角公式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寫成sin30度 乘cos45度加cos30度乘上sin45度 那這些30、45度都是我已知的東西嘛 所以算一算就可以發現 原來sin75度是4分之根號2加根號6 所以你就不用再背這個東西了嘛 你就要套用合角公式就可以了 那另一方面呢 這個cos0度 很多同學這個0度啊 90度這種特殊向線角 他記不住 定義沒有記 雖然這樣不好啦 但是我們這提供你一種另外的補償方式 這個0度我可以把它想成是60度-60度吧 那套用cos的插角公式 記得這裡減 這裡就要改成加 那我就可以寫成cococ加sinsin對不對 那這樣子 這個cos60度是1分之1 sin60度是2分之根號3 所以一算就可以發現 這算出來是1嘛 對不對 其實你也知道 因為這就變成cos平方 這變成sin平方 相加是不是變1 所以他不斷的在告訴你說這個是- 這裡要改成加 因為這樣才有cos平方加sin平方嘛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有時候啊 你學了一個新的公式啊 你可以帶一些特殊的角度去檢查看看 搞不好你公式被錯了 對不對 透過這樣帶一個簡單的數字 我就可以確認一下 這個公式到底是對還是錯 而且對他比較有印象嘛 是不是 好的 我們今天學哪些東西呢 我們今天學了合角公式跟插角公式 也就是如果我有sinα,sinβ,cosα,cosβ 那我就可以算出α加β的sin值跟cos值 ok